欢迎收看谈古论经画中医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谈 膀胱经 膀胱经是目前十二经络当中 最长的一条 同时也是排毒的经络 对人体非常的重要 今天很高兴 我们再次邀请到 国际东洋医学会的新任会长 同时也是台湾 中国医药大学的讲座教授 林焦哥医师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丹妮小姐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林医师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膀胱经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 有六十七个穴位在上面 那这条膀胱经 它巡行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巡行的时间 它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 这叫孙时 就是五穴心 卫生 经络的循循歌节 五十穴心经 卫生小肠膀胱室 祖愁胆肝处处行 卫时 卫时走到小肠经 孙时走到膀胱经 那卫时就是一点到三点 孙时就是三点到下午的五点 这个都在讲下午的 那刚才丹妮小姐 你已经谈到说排毒 是 其实这个排毒 这个所谓的毒 如果用西医学的观点来讲 不能算是毒 那要怎么算 就是排泄没有用的东西 把它排出来 所以我们中医有时候讲什么 清凉解毒 就是这个概念 是 就是没有用的东西排出体外 那这个是膀胱经 有这样的功能 是 那膀胱经是轮体 最长的一条经脉 是 也可以说是 从经脉的观点来看 它有六十七个射位 是 所以从射位的观点 经脉的观点 它所走过的部位的 这个观点来讲 应该是轮体最长 最多瀉位 那最重要的一条经脉 是 那么膀胱这个器官来说呢 它也是具有排 就是把一些不好物质 排出去的一个功效吗 它应该是主要是排尿液吧 对 那当然 我们经络里面 开宗明义有讲到 内达五脏六弗 是 唐光经是属于符 六弗的一个符 是 那在经肉的概念里面 脏和符不一样 是 脏是始祖的器官 符是空洞的器官 比如说这个胃 是空洞器官 就是装食物的 比如说我们吃进去东西以后 经过三交转化 里面有一个胃符 那这个是隐熟无骨的 这个地方 再来就是一个膀胱经 就是你讲的代谢的排尿的 这个是又 也是一个空洞的器官 所以符 符者空洞器官 所以膀胱死于符 是 那这条膀胱经 我们来看这个图面 就是伊斯宁刚才也说 他从前面的这个精明穴 从我们的这个脸部这边 一直到头顶 一直往后面 那他经过了这么多 那现在有两条 所以他是经过了两条吗 所以刚才我说 是轮体最重要 最长 最多穴位的一个经脉 是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 从精明穴到钻子 到其他五处成功 没充 这样走到背部来以后 那他分两条 一条是都脉在正中央 旁开一寸五分 再旁开三寸 是 各有穴位 所以旁开一寸五分 这些五书穴 一直走到膀胱丝 再左上来 这个副分这样一直下来 然后走到八寮 然后再走到下面来 所以最后一个点是哪一个点 注音 注音是脚旁 那个主甲锅 甲锅五分 位置注音 那这个世卫都有典故的 是 所以为什么叫注音 注就到达的意思 至就到达 阴就是阴经的意思 就是要转到阴经去 对 所以也就是说 这里的气血慢慢已经扫下来了 再来交给逐绍阴顺经 接下去下一条巡行就对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穴位 注音 你就晓得它是竹太阳 膀胱经 最后的一个是 阻碎 如果是这条膀胱经 因为它经的穴道实在太多 它如果不通会有产生哪些症状呢 那当然啦 膀胱经既然走过那么多的部位 是 所以比如说整个很多的腰背痛 眼睛的不舒服或头顶的不舒服 甚至于包括竹部的都会起这条经脉来做治疗 其实临床上我们有一个配色法则 就是竹太阳配索太阳 索太阳的后细色 和竹太阳的膀胱经的尾中色 这两个穴位是注疗腰背痠痛的重要穴位 也是每天我们全球观众 如果要按摩按摩这两个穴位 那这样这条膀胱经啊 上面呢 因为它经过了实在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重要的穴道 那有人说啊 就是如果说膀胱经呢 要让它通畅的话 可以多拉拉经 有这样的说法吗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 其实各位刚才听到我在讲 你想背部 背部除了正中央那一条线的穴位叫都脉 对 旁开一寸五分 旁开三寸 各有穴位 就是膀胱经的穴位 所以通常我们在运动 运动你在运动什么 如果背部来讲运动都脉 运动膀胱经 而且运动膀胱经的成分 混量都以运动这个都脉 那所以膀胱经里面背部有几个重要的穴位 有五疏碎 五疏碎比如说慧疏 心疏 顺疏 大肠疏 小肠疏 这些疏碎呢 就是说丈夫的有病 起目疏碎 目疏与疏碎 配合来治疗 那很简单 比如说一个人焦虑不安失明 那我们叫心顺不交 心经与顺经的问题 是 你可以起心经的穴位 也可以起顺经的穴位 那你如果不起心经 顺经的穴位 你起这一个膀胱经的五疏碎 比如心疏 顺疏 这叫心顺不交 用艾草来给它揪 揪心疏 与顺疏 所以这一条经脉的穴位 有的是很重要的穴位 对 那这一条穴位 所以刚刚您刚刚说的 拉筋是因为我们 就是去运动到了这两个 这两条它的那个 巡行的路线 所以就强化了这个膀胱经 对 没有错 所以这一条经脉一般来讲 它是比如说 督脉的穴位 膀胱经的穴位 在这个背部轮体 比较危险的部位 所以一般来讲 如果用按摩的 或者没有侵入性的 雷射遵究什么的 这比较安全 是 对 那觉得说下半身肥胖 尤其是这个 屁股这个位置肥胖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可以 透过这个 膀胱经的这个穴位 去可以做一些减肥的作用呢 其实减肥呢 跟很多经脉都有关系 是 不是只有膀胱经 比如说你 我们刚才讲的说拉筋 拉筋你如果运动得以 你也会有减肥的功用 但并不是说只有这一条经脉 来做减肥 不能这样说 是是 只是不过它刚好经过了 比较多穴位而已 对对对 那是不是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条膀胱经上面 我们从面部开始 往头顶到背面 比较重要的穴位有哪些 然后它各自的作用有哪些 这样子我们来讲 比如说精明瀉 这个是一个起穴 对 那我们在前面几条经脉 都已经谈到了 每一个穴位 都有它的典故 是 以出自 是 那比如说这一个穴位 精明瀉 精明瀉这个是用来治疗 古时后 对于视力不好 老化的人 或者眼睛有疾病的人 视力不清的人 给它按摩这个穴位 是 那这个穴位刚好正中央 就是在眼睛和鼻子之间 就是这边嘛 对对对 那里你按摩下去 就是轻轻的按摩 那不是按鼻子 按鼻子旁那两个穴位 那这样对眼睛有帮忙 在这里很有意思 所以你看很多年纪大的人 或者学生 中老年人 当他眼睛不失误的时候 他都会把眼镜拿起来 按摩按摩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眼镜戴的地方 其实就是干扰我们运行的地方嘛 所以这个叫精明穴 大概是这样 所以刚才我讲的腰背尾中球 是在这个膝盖后裤的正中央 就在这个正中央的部位 这个穴位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穴位 林医师一般膀胱筋啊 在临床上运用是怎么运用法呢 那当然这条经脉是最长的经脉 而且有67个穴位 那刚才我们谈到的腰背尾中球 对 也就是说目前世界各国统计出来的资料 腰背痛是遵究临床应用最多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 是什么病去看遵究 腰背痛占第一位 是 那刚好这条经脉主管腰背痛 是最重要的一个经脉 是 那最重要我们要怎么去训练它 去保养它 其实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脸部这里 一直拍拍打打 从精明施子敲 敲到上面的晨光 再敲到后头部来的通天落雀 这样一直挑 那怎么敲呢 各位可以按照助脊 你哪一个可以敲的东西呢 都卖各位晓得嘛 在正中央嘛 对 对不对 都卖旁开三寸 就是我们丹尼小姐 这四个横子为三寸 再来都卖旁开一寸半 就一寸五分 就两支 就两支 所以你看 就是你要敲敲打打呢 用敲打的方式 按摩的方式 背部你自己按摩不到 你可以去买一个那个可以敲打的呢 敲打都卖 敲打这个膀胱精 膀胱精因为有旁开一寸五分 旁开三寸 所以等于整个背部的敲打 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 然后再敲敲到这个竹部的外侧来 那当然竹太阳膀胱精 最重要的瀉位 除了这里的五书瀉以外 这里的五书瀉是指什么 五书瀉是心书 心书 心书 这个阁书 甘书 卫书 肾书 顺书 小肠书 膀胱书 就五脏六弧的瀉 除了这个瀉瀉以外 还有一个小竹外侧的 这样上来的一些瀉位 所以这些你都可以用拍打工 来做按摩 是 来做敲打 对你身体的这个保健 有很好的作用 可以防止腰背痛 第一点 第二点你刚才所讲的 减回 也可以这样来敲打 这等于一个运动 再来就是这样敲打以后 对眼睛的视力保健 也有帮忙 你刚刚说保健嘛 就可能在这个经络运行的地方 用敲打的方式 那有些地方 譬如说像脸部 它可能就比较面积小一点 然后那个穴位又小一点 那比较难拍打 是不是可以改一种方式 譬如说按摩的方式呢 那当然可以 其实我们现在谈的这些概念 都是在养生保健 是 那拍打也不能拍太大力 有时候会拍到内出血 什么那个都不好 所以如果不能拍打的部位 你用按摩的 就轻度的按摩 那按摩还要考虑到 比如说脸部的 你有肌肉的部分 豐厚的部分 你按摩可以按大力一点 像脸部脚部的 你这个按摩还要轻度 力道小一点 因为这骨头对不对 对 不然会造成肌纤维炎 所以像这种就不要轻打 因为你打下去就是骨头 你像脸部打下去 也是打到前额骨 这个用按摩的 你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不仅仅是 足太阳膀胱经的细位 如果没有拍打 你就按摩 去所有的经脉 你都要如此来做 那脚底的这个保养呢 可不可以穴位再讲清楚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一般观众 可能搞不清楚那个 所谓的那个武苏穴 到底是哪武苏穴 它功用是什么 对 所以这一个穴位 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 筋门 筋骨 肃骨 通骨 注音 这些穴位其实都很重要 这些穴位在于 注疗上 临床上 都是相当的重要的穴位 再来还有一个八疗穴 这我想先介绍八疗 哪八疗 八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 八疗是敌骨 第一个敌骨 第一个敌骨 第二个敌骨 第三个敌骨 第四个敌骨 每一个敌骨就尾椎骨 买水滚 河肉鱼叫买水滚 每一个敌骨有一个小孔 旁边那个孔就是它穴位吗 对 所以两边有两个小孔 敌骨有两边吗 所以第一个小孔叫上疗 这个疗 疗子鼓空也 就洞嘛 洞 洞 所以为什么叫疗 疗是空的意思 所以第一个空的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一边四个 四个变八个 变八个 那这一条很有意思 比如说九分 八分 七分 六分 是什么意思你知道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膀胱经膀开一寸五分 膀开三寸 有两条经脉 对不对 这个八寮是在这两条的里面 更往里面 对 就是在更接近都脉 你是说这条都脉 都脉就是正中央这条 背部这个都脉旁开 旁开九分 八分 七分 六分 就是它是刚刚 对 有一点斜斜的 越来越靠近这样子 对 对 对 非常好 你看这波鞋 你就知道今天我在讲的这个八寮 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八寮是在做什么 做什么 我告诉各位 腰背酸痛的人 你要从这里来敲打按摩 或者遵究了医生 要来扎八寮屑 是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今天要讲顺书 为什么要特别讲顺书 顺在中医 这个医学史上 顺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个顺的定义 腰者顺书外伏 下一个堂次 我们要谈的是 竹哨音顺经 对 那顺经这个顺 跟这里这个顺 是一样的 所以腰背酸痛 也是 也是 揪顺书 扎顺书 还有焦力不安 心神不灵 揪心书 以顺书 叫心顺不交 你看这有个膏肓穴 那是不是很难治 这个膏肓穴 是在肩背痛 尤其是上背部疼痛 现在临床上 最多看尊久医生的病轮 是治疗腰背痛 对不对 make a pain 那其实膏肓 这个有典故的 叫病入膏肓 为什么叫病入膏肓 因为这个射胃 很难渣 渣太孙 会造成气凶 渣太咸 效果不理想 要刚刚渣到好吃 把那个压痛点渣到 但是这样 不太容易 那怎么办 病入膏肓 的意思就是 膏之上 肓之下 难住之极也 所以这个射胃 你如果没有渣 没有关系 你用热敷疗法 你用那个艾巢 或穿穹 当归桃轮红花 一些活血花衣的中药 把它放进去煮 煮一煮以后 你用热敷疗法 把它做热敷的 用药水的概念 把它活血花衣 改善循环 病入膏肓 就是这里的肩背痛的人 其实很不容易扎好 所以在我的临床上 我扎阿树瀉 阿树瀉在哪里 阿树瀉就是说 哪里痛 我就扎哪里 其实是扎它的压痛点 那高方硬说起来 在临床上 是这个肩背痛里面的一个 肌肌膜疼痛症 症症里面的一个压痛点 那刚才我们又谈到五十岁 你如果是耳鸣 头鹰眼花的 你要按摩筋纹筋骨 肾骨通骨 注音 脚那边 从脚的这一边 那这些些位这么多 那你也不是要自己扎尊 所以我告诉你一个 简单的方法 你怎么去按摩 按摩小组外侧 小组外侧这个背面 这一个侧面 外面 外面 从这里来按摩 可以改善 你的这个听力 耳鸣 眼花 这些概念 叫景龙一元精和射 来治疗这些问题 还有比如说像生脉 这个瀉位 可以治疗症痛 抽筋 这些问题 你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泡脚 需要加一些什么药材吗 就像刚刚您说膏肓 它可以用一些药材 泡脚 当然 现在的西方医学 说泡脚 就热水泡一泡 那中医其实有典故 也有比较有用的 其实我们不是就泡热水 你可以用艾草 艾草 艾草 然后桃轮 当归 穿穹 红花 把它煮一煮 然后去泡 用那个水 对 因为这些药本身是活血化医 混好的中药 那你可以煮来吃 对不对 对 就是变汤剂嘛 你也可以用泡脚的方式来泡 这样会不会很浪费 喝下去比较快 但是你如果用泡的 其实也有这些作用 也没有浪费 是 像现在很多中医准手 你看它用蒸心疗法 它里面放的 蒸汽喷出来那个蒸汽里面的 咖啡色咖啡色的 对对 那个是什么 有的用艾草 如果比较高贵的准手 它用的不仅仅是艾草 比如贵的 它收费比较贵的 它给你用当归穿穹 红花 桃轮 是 比如说红花里面还有脏红花 对 那很贵的 那更贵啦 所以用这样的概念 来做治疗 酸痛 活血化医 然后来让你明目 这个眼睛好 然后让你听力好 让你耳清目明 这一条经脉 是相当的重要 是 今天非常感谢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这条膀胱筋 让我们认识到 这条膀胱筋真的是 循行的路线 真的是又长 然后又很重要的部分 谢谢医师 谢谢 谢谢全球观众 谢谢丹妮小姐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